这是一把冷冽刺人寒光闪烁 刀柄上用金丝银丝镶嵌的一封眉毛让月亮刀 此刀刃口只露出半尺 已然见到冷松松的一刀清光击射而出 顾名冷月宝刀 这把刀也是胡一刀使用的最后一把佩刀 独家刀法决战金龙宝刀 刀刀致命生猛无比 而那金龙刀同样也是个强硬的对手 普通的刀在金龙刀面前也只能断刀 那当两把刀交锋倒地谁更胜一筹 这天雨吓得特别大 胡斐带着四叔来到商家宝想避避 刚坐下就看到来了一群强盗 四叔告诉胡斐这群强盗的头子炎机 就是当年撕走全金刀谱的人 这人和四叔口中当年的事情关系重大 强盗的来临不怀好意 胡斐本想进去提醒商家宝的人 但是刚要进来就看见木靶子上写着父母的名字 在被人扔着飞刀 胡斐便作罢在窗外偷听 一个不小心被察觉了 里面的人出来查看 反而对强盗生意了 商家宝的人刚要回去做打算 门口田归农便掺着妻子进来躲雨 四叔见状马上警惕起来 并告诉胡斐自己脸上的疤就是田归农所看 严姬和田归农还是老相识 在两人相认寒暄的时候 门口又进来了一个人避雨 这人就是那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苗仁凤 苗仁凤抱着孩子一进来 众人都敬畏站起 这下可精彩了 田归农的妻子南岚是挖苗仁凤的墙角得来的 苗仁凤怀中的孩子见到妈妈便开始喊 但南岚却不为所动 南岚破口大骂 南岚被骂得颜面尽失 抹面哭泣走去 田归农本想对胡斐生气出手 但还是赶紧追着妻子出去 胡斐激怒田归农这一下 给田叔下的立马就跟胡斐讲起了18年前的故事 田叔当时是客栈的小伙计 胡一刀带着马上就要临棚的胡夫人进了客栈 请来的接生医生便是颜机 胡一刀跑到柴房喊伙计烧水 这才认识了四叔 孩子出生后胡一刀高兴得宴请四方 田归农和苗仁凤夜晚来到客栈 要因之前的仇怨和胡一刀比武 但见到已经有孩子的胡一刀 也并未过多刁难便走了 胡一刀随后写了一封信想要解释清楚 关于两家仇怨的那把宝刀和自己并没有关系 他写好信喊来了颜机帮忙送信 颜机送信时候却动了歪心子 本是一盒的信却变成了挑衅生事的信 胡一刀和苗仁凤的决斗就要开始 招招很辣的两把刀碰撞在了一起 丝毫没有扩展的刀法力 两人打得甚是火热 一个灵力苗仁凤的刀被胡一刀砍断了 两人随即换了两把水瓶相当的刀继续交战 两人打了一天一夜并未出胜负 只好作罢 约好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胡一刀却显得没有什么精气神 打平手后胡一刀给了苗仁凤一个包裹 里面赫然的是一个人头 那是商界明的人头 原来昨夜胡一刀跑去给苗家报了仇 并且用的还是昨日交战中偷学来的苗家刀 这一举动让苗仁凤好生感动 并向胡一刀保证日后孩子有他担保万无一时 说完便回去准备第三天的比武 夜晚田规农却趁胡一刀睡觉找人偷袭 胡夫人把人赶跑了 第二天苗仁凤知道后大骂田规农 骂完两人又开始比武 又是一个平手 苗仁凤和胡一刀约了饮酒谈舞 到了第四天比武 田规农的人早安排好了在剑上下跌 几个招式下来苗仁凤的剑划了胡一刀的胳膊 胡一刀当场暴毙 胡夫人将孩子托付给苗仁凤后 也当场跟随胡一刀训起来 田规农健壮立刻让人进屋去斩草出根 四叔早已看出不妥拿着已经被炎姬撕掉的全金刀 抱着孩子便翻墙逃了 哪知田规农群追不舍一刀便砍掉了四叔的手臂 这就是18年前的故事 田叔说完便把全金刀法的残业给了胡斐 胡斐拿到马上去找炎姬挑衅 两人打了起来 胡斐提前预知了炎姬所有动作 胡斐一人把炎姬一群人都杀光了 便掺着病弱的四叔走了 路上胡斐遇到了要送信给苗仁凤的人 这人被追杀着 拜托胡斐拖延时间 好让自己有充足的时间送信 胡斐刚答应完 四叔却命归皇权了 胡斐跟着那送信的人找到了苗仁凤 幸当拿出苗仁凤便被信上的毒粉毒瞎了双眼 田规农的人趁机出来想要弄死苗仁凤 胡斐帮苗仁凤拦下偷袭的人 田规农的人良心发现 告诉了苗仁凤眼睛可以找药王相治 胡斐便帮苗仁凤跑一趟去求药 也就是因为此结识了一生中最爱的药王传人陈灵素 陈灵素送了胡斐一枝花给他指明了道路 胡斐来到了药王庄 道明来意却无人应答 胡斐只好回去寻陈灵素请求指点 夜晚来了贼人突袭把院子的花拳打烂 胡斐把人打跑之后 陈灵素邀请他陪自己走一趟 约法三章后胡斐背上东西便和陈灵素出发 他们先是来到了药王庄 陈灵素让胡斐吹了一堆辅助治疗的烟进去 缓解的师兄师姐以为是害自己的人来此 威胁几句后便开始吹烟熏出贼人 那贼人便藏在陈灵素的竹框里 几句交谈谈不妥双方开始吹烟 吹着吹着信上隐藏的字浮现出来 陈灵素此时出现嘲讽三人不念师父教导之情 两位师兄见此开始联手打陈灵素 胡斐帮陈灵素击退三人 陈灵素开始吹紫色的烟便是七星海棠 他用这种方式威胁双方重归于好 回到住处 陈灵素开始跟胡斐道出缘由 两人交谈之后 陈灵素答应胡斐去给苗仁凤指引 苗仁凤这边田规农已经杀到府上 狡诈的田规农没有自己上 而是让手下先攻克苗仁凤 他们拿出链条 刀剑毫不留情地对付苗仁凤 正回来的胡斐带着陈灵素救场 胡斐扔给了苗仁凤一把刀 瞎了眼的苗仁凤拿起刀两三下就把那些人打倒 看不下去的苗仁凤自己要开打却被胡斐扔下 两人打了起来 苗仁凤问胡斐为何会用胡家刀 胡斐告诉苗仁凤了一个虚名非狐 苗仁凤指导着胡斐进攻 田规农便败下阵来 气急败坏的田规农拿出了另一把刀 砍断了胡斐的刀 陈灵素见状马上用出剧毒赶跑的重点 陈灵素看到苗仁凤的伤势 马上推测出就是自家师兄勾结了田规农 这边田规农和师叔师兄众人正在伤谋监计 师兄向田规农展示了如何让江铁山言听计从 只见他拿出圆环 环声响起将铁山直接跪下 师兄告诉田规农 只要拿着圆环 将铁山便是杀人机器 陈灵素正在给苗仁凤疗伤 苗仁凤带着胡斐来到他父母的灵位前 苗仁凤告诉胡斐两人其实也算死在他手下 胡斐当场面色大便想要杀了苗仁凤 陈灵素却次次缓和胡斐的杀人举动 陈灵素根据推断告诉胡斐下毒的人肯定是田规农 正在交谈时师叔带着师兄们找上门 江铁山的妻子也被归顺与大师兄 十万琛拿起圆环摇出了江铁山 威胁陈灵素交出药王神篇 陈灵素刚要烧了药王神篇却被江铁山抢走了 两拨人马打了起来剧毒交错 胡斐中了十万琛无药可救的剧毒 陈灵素舍身救人把这剧毒给破了 但自己也救命归于此 十万琛带着慕容景月回来见到两人瘫在座上 便认定两人都死了 便安心地挑选神谷 十万琛认定自己细心挑选肯定万无一失 但还是中了成灵素的剧 慕容景月两人直接当场暴殖 而十万琛也中了离世心智的毒 胡斐来到爹娘的坟上祭拜 田规农带着人马出现 确认了胡斐的身份后 两人立马刀剑相向 田规农挤刀便把胡斐的刀砍成了几板 胡斐马上就要死于田规农剑下 南南关键时刻偷偷告诉胡斐 坟后埋着那把冷月宝刀 让胡斐接着埋骨灰的油头去挖出来 胡斐埋下骨灰果然是那把冷月宝刀 胡斐抽出刀来直接砍向了田规农 指一下田规农的金龙刀变碎了两半 田规农剑情况不妙 便使袁环喊出了迷了心智的两人 正在胡斐处在下风的时候 苗仁凤出现挽救了局面 苗仁凤从胡斐处拿来胡一刀的冷月宝刀 使着胡家刀法和田规农的金龙刀对战 每当两把刀碰撞在一起 都有动荡的剑气冲击着 田规农交战期间 袁环一直想得不停 胡斐面对失了心智的二人 指的招招毒辣 一个刀光剑影之间 将铁山死了 袁环再次响起 石万琛拿着枪冲了上来 关键时刻 胡斐立了把刀在地上 引诱石万琛发起冲击 石万琛自己迎到刀上死掉 此刻的苗仁凤和田规农 已经奋出结果 狡诈的田规农 根本不是苗仁凤的对手 苗仁凤喊胡斐来手 认杀父侍母的仇人 胡斐一刀飞起 田规农直接变成两半 死在了胡家夫妇的坟后 最终金龙刀 还是没有敌过冷月宝刀 但也因为用刀之人的心法不正 这部由张彻导演 飞狐外传 把武侠情谊演绎的淋漓尽致 武打场面也是血肉纷飞 让人直呼过眼 真不愧是武侠巅峰之作 好了今天的兵器就介绍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阿锐说片 明天不见不散